民進黨總統參選員賴清德親自授旗 於您信賴之友會正式成立 現場500個座位涌入600多元 民進黨真正會發生戰爭的原因 但最明時代就應該要發生戰爭了 如果沒有這麼插入我們總統時代 也會發生戰爭的不是 結果你大家看看 民進黨堅持台灣的存款 同時賴清德表示 上任黨主席以來 一求青年執政 所以逆推犯罪競選公職 另外賴清德也說明 一旦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 正會失去台灣的主權 以香港澳門西藏為例 表示簽署和平協議 不會得到真正的和平 所以和平不是用嘴巴說說就好 必須要靠自己的力量 新唐雅開電視張宥明成一文 台灣圓林採訪報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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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電視直播 好 接受 大 雅 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